继台北市宣布暂停内用之后 新北市也跟进 从5月24号开始 全市所有餐厅都暂停内用 围者将会开罚3000元到15000元 新北小市店铺内用座位区 所有椅子全班上桌暂停内用 民众也纷纷改成外带户外送 减少外储机会 我会用外送 然后或者自己煮多一点 因为外送他们也在跑来跑去 就尽可能减少大家移动的这个部分 其实都会外带户去吃 就觉得比较安全 疾管双北是从24号才正式宣告 禁止餐厅咖啡店早餐店等停止内用 但民众和商家为了安全 早就开始自主实施改外带 只是疫情影响店家也坦言 取消内用确实让生意掉了好几成 疫情三起的时候就已经不给内用 都是大家都外带外送的 差个六七成都有 觉得这样也蛮安全的 因为客人只是来拿外带就走了 不到一分钟而已 不像内用大概群聚这样子 不过椅中心说明 户外工作者包含外送员 可在保持安全距离的状况下脱口罩吃饭 双北各餐厅陆续宣布暂停内用以外 百货业者公告有部分店铺暂停内用 像是新光三月台北分店就宣布 24号开始暂停内用 加强外带和外送服务 另外还有圆百 24号开始出了新竹和台南分店 因为市府尚未全面禁止内用 因此部分餐厅可内用以外 其余也暂停 回风百货则是所有店柜 餐饮内用只能外带或外送 一起持续加温 双北各大餐饮场所不敢大意 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宣布 23号新北新增215例本土案例中 三重和新装双双破20例 4月26号以来累计案例仅次于板桥和中和 因此24号开始 三重和新装两处增设热区防疫中心 合计22例 比板桥和中和还多 受关怀和规范市民也破9万人 将会加强巡逻和消毒频率 期望将感染可能降到最低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